1908年6月30日清晨七点刚过 在西伯利亚森林的通古斯河畔 突然爆发了一声巨响 这声巨响不简单 因为它不仅瞬间就传遍了 方圆640公里的范围 甚至还让远在5000多公里外 英国伦敦的不少电灯 也在瞬间熄灭 之后的一周 欧洲的天空都呈现出一片暗紫色 毫无疑问 这声巨响以及引发巨响的爆炸 就用这样猛烈的方式 在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迄今为止 仍然无解的大谜题 它就是通古斯大爆炸之谜 为什么一场爆炸 居然能够持续困扰人类 长达一个多世纪呢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分几点来谈 先说通古斯大爆炸究竟是个什么 再说围绕它发生的原因 都有哪些有趣的假设 最后来看看最新的研究成果 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 好 现在就开始 关于这场大爆炸 再没有比亲历者的讲述 更有分量的证据了 其中的一名新村者是这样回忆的 北方的天空突然分成了两半 整个森林都被火焰覆盖 接着空中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石头开始掉落 四处仿佛都响起了强声 大地剧烈颤导热浪起来 空气似乎也在燃烧 这跟37年后 广岛和长期的原子弹新村者 讲述的简直如出一辙吗 的确原子弹爆炸后 给了研究通古斯爆炸的学者 很大的启发 甚至衍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稍后我们就会讲到 但不一样的是 广岛的原子弹 只有2万吨的TNT炸药当量 而经过测传后 通古斯大爆炸 则达到了1500到2000万吨的当量 相当于是把广岛炸了1000遍 这都能活下来 得要有多高的幸运指数 但最早在1927年 俄罗斯矿物学家库里克率领考察队 前往通古斯现场调查时 人类还没有发明原子弹 它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它所笃定的一定是一颗巨大的陨石 撞到了这里 所以只要找到陨石坑 就能说明这一切了 但结果却是非常的失望 在持续考察了10年后 他们除了发现爆炸区域 曾放射状向四周倒下的 大约800万棵树 以及爆炸中心被剥掉了 树枝和树皮的直立树干以外 简直一无所获 没有陨石坑 没有陨石碎片 甚至在抽干了爆炸区域内的沼泽 地里面的水 想想挖上25米之后 也没有一点点的陨石线索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这些被强大冲击波冲倒的树 说明了这里的确是 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爆炸 但这个爆炸却又不是陨石造成的 那会是什么呢 于是各种各样的假设 就轮番登场了 先是苏联军事工程专家卡莎茨夫 在1945年拜访了被炸的 面目全非的广岛后 发现这里的树 居然倒得跟1908年的通古斯 如此的相似 就产生了联想 通古斯肯定也发生了核爆炸 但1908年的人类世界 怎么可能掌握核技术呢 为了资源其说 卡莎茨夫进一步解释 这应该是一架外星飞船 由于出现了故障 从而炸掉了自己的核动力 引擎所造成的 搬出外星人等于 就是在作弊耍赖不要脸嘛 大家肯定是不吃这套 于是继续猜想 但事实证明 在猜想这条路上 没有最夸张 只有更夸张 看看后来的 1963年 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通古斯大爆炸 可能是由从外太空 降落到地球上来的 一种反物质所造成的 他们推测 这种反物质是一块 只有0.5克的翻铁 然后跟地球上面 0.5克的铁相撞了 于是就产生了 那个比广岛原子弹 还要强1000倍的爆炸 夸张吗 不算什么 1973年 还是两位美国的科学家提出 通古斯大爆炸 是由一个小型黑洞 通过地球所引起的 他们甚至还算出了 这个黑洞的质量 大约是1023千克 不但如此 他们连黑洞穿出去的位置 也都大概测算出来了 就是位于冰岛和纽芬兰岛之间的 大西洋某处 但说不过去的是 这黑洞为什么穿进来的时候 动静那么大 穿出去的时候 却是悄眯眯的呢 难道是为了要走了 给自己留个好印象 而且霍金还说了 质量越小的黑洞 蒸发的也就越快 这才一吨多点的黑洞 它根本也就到不了地球 早就被蒸发完了呀 夸张吗 不算什么 关键是这么不靠谱的解释 还刊登在了著名的自然杂志上 这才是最夸张的 1977年 科学家的猜想往回收了收 这次他们认为 可能是一颗彗星 闯入地球所引发的爆炸 在高温和高压的双重重下 彗星在距离地面几公里的高空中 发生了爆炸 冲击波传到了地面 但彗星碎片 由于都是由易挥发的冰 等物质组成的 灾也就挥发的不见踪影了 巧妙地躲过了提交证据的环节 科学家变得理智了 但民间的猜想却没有就此打住 最夸张的是 基于大家对天才科学家 尼古拉特斯拉无限崇拜所编造出来的故事 说的是由于他在纽约长岛 搞无限电力传输实验 引起了这次远在1万公里外的通古斯大爆炸 所以无限电力传输实验只是一个幌子 超级武器死亡射线 才是特斯拉真正在研究的东西 这个你就当故事听听好玩就可以了 不要当真 但说了这么多 谜题还是没有揭开不是吗 别急 最近的研究出炉了 而且还有希望真的打上结束的标签 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研究者们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 那就是导致通古斯大爆炸的天体 并不是一颗彗星 而是一颗成分为铁镍合金的小行星 它也并没有砸到地面上 或是在空中解体 而是以每秒11.2公里以上的速度 从11公里以上的空中掠过了地球 继续它的星际旅程 但却把冲击波给流到了通古斯的地面上 算是一次行星尺度上的造势逃逸事件了 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 为什么在高空爆炸后 却并没有在地面上留下任何的碎片 也解释了为什么事件发生后 欧洲上空的高层大气中存在着的大量尘埃 从而导致了夜空中的怪异宏光 所以能够活下来并提出各种各样的猜想 真的说明我们每个人的幸运值都是爆棚的 因为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这枚小行星或许静置就撞向了地球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